哟 兄弟们 欢迎回到我们的MC降级挑战 现在我们来到1.1亿版本 众所周知啊 这个版本更新了灵地浮体 所以我想在这一期里尽量去寻找一下 毕竟答应大家体验每个版本的不同特性 因此我们这期去寻找灵地浮体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出发 哦 可以可以 我的马没有随着版本更新而消失 不像那只狗一样 版本一更新就不见了 可以 那我们骑着马去寻找灵地浮体好了 希望我们的运气不错 2 hours later 非常可惜 现在已经天黑了 而我别说灵地浮体了 连绿德者情少战都没看到 但是没办法 我们直接进入上一个版本吧 好了 我现在进入了1.10版本 这个版本更新了冰原与北极熊 本来我是想去找一找的 但是吧 非常的遗憾 我马没了 啊不对 我们的马也消失了 随着版本降级 老朋友们接近离开了我们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孤身一人继续前进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村庄啊 可以看到这里的菜地 之前的一些作物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一些小麦 甜菜 马铃薯了 那么现在肯定就有聪明的观众说 哟 库子 库子 你能告诉我除了这三种植物外 村庄里还能种什么东西吗 哼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村庄中 有极低的概率会在地里刷新鱼美人 而鱼美人的历史非常悠久 甚至在贝塔版本就有了 还不赶紧把谢谢库子老师打在公屏上 其实我说这些话 只是为了排解一下难过的心情 因为没有在地域更新的版本进入下界 也没有在林底福底更新的版本 拿到不死图腾 更没有在这个版本里 找到冰原和北极熊的踪迹 让我更深刻的确定了一件事 我是个倒霉蛋 倒霉蛋还需要什么诉求 我现在只希望存岛不要崩溃 只要存岛不崩 什么都好说 算了 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软弱 那我就是无敌了 找不到别的 我还找不到羊吗 别的先不管 这一期我就摆烂了 我直接把我们的食物 刷到1.0版本都吃不完的程度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干 哦兄弟们 我又找到了1.12版本里的铁匠铺 不对呀 那理论上来讲 这铁匠铺应该是后来刷新的才对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兄弟们 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进到铁匠铺的 赶紧给小弟我科普一下 总之就这样兜兜转转跑了一天 我们的时间也结束了 不过我现在有40多块猪排 感觉吃一辈子都够用了呀 希望下个版本不要让我的猪排消失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版本是MC的重大更新 也就是1.9战斗更新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你们还想看我做哪种类型的视频 赶紧在屏幕区告诉我 别忘了顺便点个赞 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